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第三份历史决议 点名四个军老虎 原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徐才厚 原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 原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 其中郭伯雄房峰辉被军事法院判无期徒刑 徐才厚判刑前病亡张阳上吊自杀 2018年8月18日 前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 接受《新京报》正式而专访时说 张阳的问题比郭伯雄徐才厚还严重 张阳涉案数额巨大 作为政治部主任 他五毒俱全 为什么留言说张阳的问题比郭伯雄徐才厚还严重 张阳为何自杀 2016年5月发行的习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央论述读本中 习近平讲 郭伯雄徐才厚贪腐问题害人听闻 但这还不是他们问题的要害 要害是他们触犯的政治底线 习的这个话也适用于张阳 张阳问题的要害在于 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中共历来最重视军权 江成明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时 提拔重用郭伯雄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卸任中央军委主席前 提拔重用徐才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江明一上退休后 通过他的两大亲信郭徐 架控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实际掌控军权 张阳自杀 2017年11月28日 新华社发布消息 张阳因事中央军委副主席 郭伯雄徐才后贪腐案 从8月28日起开始接受调查 11月23日在家中致意死亡 同一天 中共军网发表军政评的文章 称张阳畏罪自杀 这个曾经位高权重的上将 用这种可耻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张阳自杀的疑点 一 为何在家里自杀 按中共惯例 对张阳这样的高级军官进行调查 应采取隔离审查措施 一般都是在军人严密监控的宾馆或保密地点进行 张阳一直在家中居住 11月23日上午在家中致意死亡 二 怎么自杀的 据香港亚洲周刊报道 当时有军队纪委人员第二次到张阳家中 在客厅继续对他进行审查谈话 张阳对来者说 他先去卧室换衣服 却辞职位回客厅 调查人员进入卧室时 发现张已自意身亡 鉴于张阳的特殊身份 原中央军委委员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鉴于调查核实问题的特殊性 亚已被查处的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 贪腐案的关系 张阳身边应该有军人24小时严密监控 怎么可能让他有单独上吊身亡的机会 三 为何党媒公开报道和评论 此前中共降临自杀传闻很多 中共官方都没有证实 张阳死后 中共党媒不仅公布了张阳自意身亡的消息 还对张阳亚已猛烈批判 这是为什么 以上三个疑点表明 张阳之死背后或有更深内幕 2021年 习近平命级强调军队必须绝对忠诚 强调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 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强调防止出现野心家、阴谋家 军队降临的任职不断变动等 说明习近平最担心的是军队出问题 张阳是文革结束41年来首位自杀的中共上将 中共十八大以来首位被查的在职中央军委委员 中共十九大后落马的首个军老虎 习近平发动反腐打虎运动以来落马的第七名中共上将